在选举很多县市都有会选传闻 而在选情激烈程度跟宜兰不相上下的新竹县 检调单位今天展开大规模搜索 对象是无党籍的县长候选人张碧琴 并且带回了43名装脚跟证物 其中6个人被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压 而张碧琴流泪喊冤 强调他是被人栽赃 眼泪不断落下 新竹县长无党籍候选人张碧琴 坚决否认自己有涉入会选 碧琴绝对清白参选 绝对没有会选 碧琴希望我们检调单位也尽快 以你们的专业赶快查清事实 周三清晨新竹检调单位出动120多人 搜索张碧琴的竞选总部 兵分14路侦查 总共带回43名装脚和相关的名册证据 其中有6人更遭到检方申请羁押 张碧琴不断强调自己的清白 要求检方公布证据 并指控一切都是对手搞的鬼 委员 说最近 他开口说出 最近有检调单位要来搜索 诶他未谱先知吗 还是检调配合他 来办案 检调单位则反驳 所有查会的侦查行动 绝对没有党派和颜色的区别 检察官在办案绝对不会认 不会看他个人的身份 也不会管他的党派色彩 就是有多少的具体的实证 我们就办多少案 距离现场选举只剩短短三天 检调搜索会选动作 也让列为一级占据的新竹县 选情更加紧绷 记者政府报导